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是性能车款等等 我们就来看看专家 到底怎么帮大家建议的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帮一位 年薪三十五万 然后月薪差不多 不到三万块钱的一个网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他提出问题之后 很多的网友回复是有人说 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啦 然后月薪不到三万块 就想买车啦 还是你直接买机车会比较快 我们想请问一下艾达 你也是这样建议他吗 其实如果以年薪三十五万 来推论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会说 买车你要负担的一个这个费用 最好不要超过你每个月 可支配的金额的三分之一 对 也就是说三十五万的话 他大概每个月能够支配的金额 大概只有一万块钱左右 那当然这一万块钱 你要包含的 你比如说你要付贷款啦 比如说你要付停车费啦 加油啦 跟保险 每年保险费 每个月摊提的这个费用 税金排照 这个税燃料费 每个月摊提的费用下来 说真的大概真的是像这个网友说的 买机车可能比较快 那当然如果说一定要买车的话呢 一定要晋升四轮阶级的话呢 我觉得以一个月一万块钱的这个可支配的金额来说 他可以存个大概十到十五个月 手上有十到十五万的现金 然后可以选择买一辆这个中股车 买一辆中股车也不需要贷款 来去做这个 但是他如果有十到十万的金额 他大概选择六万到八万的中股车来买 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来做一些基础的保养 跟入手中股车之后一些必要的维修 那大概其实这样子可以节省他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费用 而且以这种价格的中股车来说 他再开个代步开个两三年再卖掉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不行呢 你将来工作更好一点 去买新车的话 这个货物税补助报费还可以抵五万 所以其实很划算 所以其实这位网友啊 就是也不用因为那些其他的网友说 像你买机车比较快 实际上呢你只要做一点点功课 然后从这些车市当中 其实可以寻找到自己喜欢的 尤其在二手市场里面 那我们要问一下小坦 如果以这位网友来说 他还说他希望要有空间啊 甚至于要有安全配备 十万块钱真的可以办到吗 你会建议他有哪些选择呢 其实十万块的车 大概可以买到 两千年左右的车子 以及国产车 大概可以买到两千年 其实那个时候的安全配备 最比国产车最顶级 大概就是双安全器呢 或者是像Artist会有TCS 那其实这些选配 其实对你实不实用 其实这个回来 你可能都还是需要整理了 因为你看两千零一年的Artist 第一代的 其实他现在车的车口数算很多 所以你在维修的方面 其实这个算比较平价的 而且重点是这些车子 包括期待喜美 或者是这个Central 180 这些车的税金其实是很便宜 它是同级距在一千 较一千把以下的税金 那跟两千 如果你今天买到一个 一千八百零三 你就是跨已经跨一个几句 所以你一年的税金 可能会多将近要四千块 所以这个车子的空间 其实算比较大 然后安全系数也OK 那其实维修方面 因为毕竟买车容易养车 就是一些维修的成本 都会在你的考量内 所以这些 目前我觉得比较好入手的 然后车口数多的 好维修的 大概就是这三台车 其实做一个选择非常不错 所以其实在国产车来说 它的优势就是说 当你后续养护的成本上面 还有就是你找一些零件配料 那些真的都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可是10万块钱 除了能够买 所谓的台湾叫的国产车之外 难道不能够买进口车吗 我们想请回萨德哥 如果说10万块钱 到底是买进口车比较好 还是买国产车比较好 其实我就回想到 我退伍第一份工作 2万5 但是我就很喜欢开车 小时候就很喜欢 所以我一定是按耐不住 那个买车的冲动 我还是买 不过我那时候是买国产车 我第一台车是那个 大发星象MIS-6 我那台车 如果说到安全配备 它就像安全带 它连ABS就没有 所以那个撞到 大概就是你胸膛会有个logo 但是至少遮风避雨 我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我没有每天开 但如果说你硬要买的话 我会建议买国产车比较好养 像肖坦讲的那些 我说真的 你去保佑一回 你可能几千块 你觉得也不会太痛 但是如果你要买进口车 其实还是买得到 其实进口车相当多 像我们现场来的Alfa 它也有10万以内的 然后像Perjue 206 Sexo这些 那都几万块而已 那甚至你还可以买到双B 买到Audi 只是说你养起来的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德哥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是10万块成的预算 还是比较务实一点 也许选国产车会比较好 但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位专家 他们持不同的意见 我们就要来问问黄总 你觉得10万块 其实买进口车是不错的选择 进口车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车子 当成是一个工具 就是代步 那当然我们就考虑到价格而已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养车费用 但是如果说你把汽车 当成幸福的工具 实现幸福的目标的时候 那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比较乐观进取的 我们可以考虑进口车 但是呢 以财务保守来讲 当然是国产车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 个性跟性格 那以我的产业来讲 我觉得我做的不是 代步工具的产业 我做的是 让人类追求幸福产业的工具 所以我会很强烈地 鼓励大家 往进口车 朝向这个目标走 对 其实大部分人 可能也会 这一辈子都觉得说 我一定要开一下进口车 尤其是呢 我们这个水瓶座的爱达 他也觉得说 如果要十万块钱买车的话 建议真的是买进口车 基本上我的逻辑 跟我的论点是这样子 我认为 车子除了代步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在路上跑 还是要能够照顾到 车内成员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以一部正常的 这个车子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 如果等一下刚刚看那个表 你会发觉 大概两千年左右的国产车 七八十万的国产车 跟当时两千年左右的 这个一百八十万的 这个进口车来讲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当时而言 基本上它的等级跟配备 跟安全系数等等 是差非常多的 尤其是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所谓的撞击测试 你知道现在新世代的车 一台比一台坚固 一台比一台刚硬 如果你开的是稍微旧一点的车辆 如果它安全系数高一点 如果你真的不幸在路上 跟新世代的车辆 发生碰撞的时候 那你存活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 我是这样持这样的一个论点 再去看待就是说 即便要代步 还是要顾虑到安全 所以其实艾大他的论述来说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感觉上好像其实越贵的车款 在最后剩下的残值 你会发现也许宾市本来一两百万 最后也跟股产车差不多十万 差不多 但我们要问一下黄总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二手车的市场里面 可以挖到宝 那如果要买一台进口车 而且大概只有十万块钱的预算的话 你会推荐哪些车款呢 好 就延续刚刚的话题 其实以前很高的价位 怎么到现在几乎跟国产车差不多 那就是进口车 它标准叫做超额折旧 那也是因为大家觉得 进口车养起来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残值被严重低估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低价位的车 我们买所谓的进口车 有时候如果你方向对的话 是一个很值得的 像我就推荐 比方以欧系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选择的 就是B4的C Class B&W的三系列 还有Audi的A4 那以目前市场上 如果十万块的话 大概两千年你可以买到C Class 这样的一个level的车子 然后呢 B&W 146 刚讲的宾式的话 大概W203 那146的话可以买到 这个B&W三系列 那另外A4的话 一般老车A4 Audi的话 大概会多个两年 也就是你可以买到2002年左右 好 那其实都相对的安全 而且它的整个车况 目前还是可以整理起来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心法 就是说 我们如果花这个钱 去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要在哪里 恐怕第一个就是说 不是考虑年份 如果差一个年份 我不是特别重视 对 我重视第一个 我的重置费用 就是我这车买回来 我到底还要花多少钱 去整理 车商帮你整理了没有 以这三台车来讲 车商入手的价格 应该都是几万块钱 但是因为它要重置 它要帮你装好东西 比方说轮胎磨损了 你四个脚 可能就要花不少钱了 如果说你10万块 可以买到一个完整的车 其实在这三台车来讲 都是一个我很推荐 可以考虑的车种 所以其实黄总 帮大家整理了 比如说以2000年 这个年份来说 大概还要花10到15万的价钱 才可以入手这些 就是EA2B 但是我们现场来了一辆 一样就是这个C200 W203 而且这个车主很厉害 它花非常少的价钱 低于10万块的价钱 而且车况还非常不错 那个车主就非常聪明的爱大 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最近入手的这款车 是的 冠宇 这一台车就是刚刚我们 在这个画面上看到了 这个2000年的W203 C200 大概要10到15万的一个价格 可是我买这台车 其实我只买了6万块钱 而且它到底 真的喔 而且它到底是01年还是02年 我也搞不太清楚 那因为买这个车是一个很巧合的状况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赖我 告诉我说 Erika 有一台这个C200K 要不要买这样子 我说我买这车干嘛 他说 不错耶 白色的Avanca 我一听到Avanca 我想哇 当年这个C200K 如果01年02年这个时代 那个Avanca又是总代理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我就说 传个照片来看 照片一传来 白色看起来蛮漂亮 我就说 好吧 要卖多少钱 说五六万吧 我说好 那就六万跟你买了这样子 哇 要是我爹就讲五万块 然后我就直接就 把证件送去拿 叫他过户 过完户之后开回来呢 才发现 真的不知道是01还是02 也搞不清楚 也没看 这发现说 哇 照片看起来很漂亮 那个白色 整台车变成这个消光白 消光白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优势存在了 就是说 例如说 它是总代理的这个一手车 只有跑17万公里 那当然它的这个内装 也相当的漂亮 为什么我会说 觉得这台车好玩 其实当时呢 是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买不起 一个梦想车款 现在来说 等于是原梦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 用十万块钱的预算 来去做思考的话 那这台车真的是 我觉得安全性绝对是足够 第一个 它是1A2B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它也有这个幸福的标志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再来就是 我觉得它最重要是安全 因为呢 这台车在当年啊 是AVANCA等级 所以它的配备相当的 比较高级 是不是有六气囊啊 对 其实它基本上 现在就已经具备有六气囊 当年就有六气囊的一个配置 对 而且巡机繁华系统啦 各方面 譬如这些东西都是 主动安全配备 跟被动安全配备 其实都相当的丰富 包含了自动头灯啦 自动雨刷啦 电动折叠的后视镜等等啦 那时候就有自动头灯啊 对 甚至它的座椅电动呢 还是有附有记忆功能的一项配备 这就是AVANCA车型吸引人的地方 那当然这台车 你说啊 专家都讲十到十万 你买六万你黑心 其实并不然 因为这个车子呢 还是需要相当程度的整理 例如说光是这个车漆 它整个是一个这个 所谓的消光白的雾化状态 如果你送去烤漆啊 大概台北桥下烤计程车那一种 稍稍稍把它扣起来 也要开差不多两万五 那当然这个后来我们请了这个 这个美容老师呢 来研究了一下 好像还有点旧 其实只要打个蜡可能就会了 其实它整台车经过抛光之后 可能还有点旧 大概也要花个八千块左右 那当然这个车子呢 到了这个年份 它虽然是一手车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通病 也就是说预防性的更换 或者说甚至它可能已经坏掉了 例如说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Imoviser的这个 晶片钥匙的感应头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 很大的一个故障率啦 那就是包含了W203 W210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故障率 包含这台车子 如果说整个ESP的系统 或是这个会亮灯的话呢 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 ABS的电脑啦 或者是一个这个摇摆感应器故障 那这些东西都是要价不菲 其实加起来这个价格 金额是不便宜啦 那当然这台车 它除了只是末期的时候呢 这个车主拥有的末期 它是停在路边晒太阳 晒了变小光白之外 它的底盘 它都经过了这个 避震器都有经过更换 那当然冷气系统在风箱上 有一点冷没有漏 所以可能要拆这个仪表板啊 跟把这个里面的蒸发器给换掉 那我这样评估下来 例如说这个摇摆蒸发器 它是坏掉的状态 OK 它的晶片钥匙 它是需要被更新的 它的这个 这个冷气的这个风箱 需要去做更换 要拆仪表板 然后呢 整台车的外观需要去做考骑 那一桩再清理一下 我整个评估下来 大概换新品的话 大概还要再花上 7到8万块左右 来去做维修 所以加上我买的 6万块钱的这个金额 再加上7到8万的话 大概就是要花到 13到14万左右的金额 这台车才会很OK 很漂亮的 如果你去中古车厂买 让你买得下去 看到漂漂亮的 大概的成本 就会落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不论是爱达自己 透过特殊的管道 拥有这台车 或者是我们现在去 中古市场里面 找像这样子的车的话 其实入手价格 这样算起来 你没有真的比较占便宜 其实我真的没有比较占便宜 我唯一占便宜 就是这台车是 AVANGA等级 相当的稀有 那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要选择 买这样类型的车子 一定要准备相当比例的预算 来去做这个车辆的 一个故障维修 刚刚听到没有 这台车的维修金额 大概就要将近八万块钱 而这个数字呢 基本上是超过 我买这台车的价格 我买六万块 可是它要修八万块 七八万 对 所以基本上 大家一定要预留一个 这个相当程度的金额 来去做中古车的维修 那让你开得安心 开得顺心 大概是这个状况 所以这当初呢 它在出 就是车子出来的时候 它大概是市价是多少 这个车市价 我记得是 一百六七十万的样子 好像 Avangka比较贵一点 所以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你看十万块钱 当初一百六七十万的车 现在十万块买得到 当然还有其他的车款 你会觉得 哇 好惊讶 超然一百万块钱 感谢观看 YK 是